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以前425集 张凡看了眼光头男子 点头 而后对李亚文说 去 弄点水过来 不一会儿 李亚文拿着一瓶矿泉水 返回审讯室里 张凡把那符露平扑在桌上 对李亚文使了个眼色 施以李亚文把瓶盖打开 往那符露上面倒水 李亚文打开瓶盖 看了看桌上符露 面络犹豫 他有些不敢把水 倒在那符露上 放心倒吧 他说了 之前整张符露都已经浸透了 可符露依旧正常 这 万一 万一他骗咱们呢 李亚文仍旧有些担忧 不会的 骗咱们对于他可没有什么好处 另外 咱们对于这特殊福瓶所知甚少 他所说的方法 也是咱们如今唯一可以获取一些信息的途径 所以不论如何 咱们都得试试 李亚文看了一眼张帆 微微点头 而后 把矿泉水倒在了那张 书写着蓝色自己的符露上 当整张符露都被彻底打失的时候 只听 那符露上传出了嗡的一声轻响 紧跟着 一股气息 便从那符露之上扩洒而出 生气 发现那细细张帆脱口而出 听到张帆的话 不远处的光头男子说 这 这就是生气啊 怎么 你不知道这是生气 你之前可是说过 你主子 并是以生气结合术法 塑造的身体 这个我真的不知啊 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触生气 我之前之所以那么说 是因为听别人说的 并没有真正见过 光头男子尴尬的挠挠脑袋 紧跟着又说 不过 我可绝对没有骗您呢 这件事 在那老贼的手底下 都已经传开了 而且 我也真正见过 那老贼心的躯体 张帆点头 又望向丽雅文 他知道的 也基本都说了 要不 先让他回监仓 行 我这便让法警 把他带走 丽雅文说吧 便起身 去外面叫了法警 看到这样的情况 光头男子急忙说 两位警察同志 我的身上 的确是有人命 应该会被判死刑 但是 我希望两位能看在 我老实交代的份上 在走司法程序的时候 帮我说说话 让我死刑还几年执行 因为 我还想报仇 说到这里 光头男子的眼神里 带着一抹寒光 这也是他和张帆 和丽雅文 老实交代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会帮你争取的 不过 你那个主子 实力非同一般 即便我们帮你 争取个一两年 你很可能也报不了仇 所以 你得做好准备 是 我明白 即便报不了仇 我也一定要让他 不得安宁 听到光头男子的话 张帆眉毛一条 他跟那个所谓的主商 也是抽敌 如果真的能为光头男子 争取一个缓行的机会 两人倒是可以合作一下 你有什么办法 让他过不了好日子吗 这个 暂时倒是没有 不过 我在金风宗里面待过多年 还是有那么一两个 过敏的兄弟的 我可以通过他们 做一些个 让他老贼难受的事 说到这里 光头男子又想得有些疑惑 对了 警察同志 您问这些干嘛呀 我和那个老贼 也有仇 张帆说得颇为坦率 光头男子和那老贼 也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对于他和那老贼间的恩怨 张帆 也就没有什么必要隐瞒了 而且 早早和光头男子坦诚相对 说不准 在未来的某一刻 光头男子还会为他提供一些 对付那老贼方面的有用消息呢 果然 光头男子一听 毛子立刻就亮了 那这么看来 咱们两个还是战友了 哼 在某些方面 的确可以这么说 只见 光头男子满脸喜色 重重点头 那 您到时候 可一定要帮我多多说话 争取给我一个缓性的机会 我们会把你的功劳写得很清楚 但是具体能不能执行缓刑 也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这些 还需要法律来决断 张帆根本不是警察 只不过是一个帮忙的 而且 他是一个主张公平正义的人 他不可能因为 光头男子的敌人 也是自身的敌人 就对光头男子寻思 听到这话 光头男子 则显得有些无奈 他叹息道 好吧 这时 丽亚文已经把法警叫了过来 让法警 把光头男子给带走了 而张帆和丽亚文 则专心地 观察起了桌面上 那张浸满水的浮禄 此刻 那浮禄上 依旧有着淡淡的声气 在其周边环绕呢 两人观察的过程里 他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便是 这浮禄上面的水渍 蒸发得很快 这种现象还是颇为奇特的 毕竟 这浮禄的温度并未升高 两人观察半天 也没能发现 出现这样状况的原因 十多分钟的时间 被水自浸透的浮禄 重新变得干燥 而且就像光头男子 所说的那样 整张浮禄 并不像是被水给泡过 张先生 咱们仅仅发现的 这浮禄上 可以扩散一些声气 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 可是 如何帮那海中精怪 咱们仍旧没有发现呢 这接下来 可该怎么办呢 丽亚文望向张帆 泛起愁来 张帆摇了头 一时间 也不知该怎么办了 对了 有关于大逆盘树的资料 有没有发过来 哦 还没有 丽亚文话音刚落 手机便响了 看到手机上面的号码 丽亚文的毛子 顿时就是一亮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